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叶尊者找帝君聊些事情 一是脱不开身 滚滚和阿黎听说这些神仙们的坐骑 都在灵宠园里面拉着凤九陪他们去看灵宠 凤九叫沐云把成语喊来 几个人奔灵宠园去了 凤九只在宴席上喝了几杯果酒 可是越往灵宠园的路上走他就越心慌 总觉得哪里不对 手一直不停地转着半心琉璃戒指 跑在前面的滚滚和阿黎 见到好多的灵兽很是开心 看守灵兽的仙冠 见帝后来了赶紧上前跪拜 就在他们跪拜还没起身 一阵狂风不知从哪窜出一只丹一雪尸 那狮子瞬间变得几杯大 眼露凶光恶狠狠地盯着凤九 凤九一阵冷颤 那是他小狐狸时把他折磨得半死的索淫 那狮子一掌把拦在前面的成玉和木云 远远地甩了出去 恶狠狠道 当初就应该咬死你 那狮子猛地撞向凤九 凤九身上虽然有帝君的金刚罩 还是被撞翻在地 这力量撞得凤九眼前惊心一片 耳朵嗡嗡作响 想站起来都困难 狮子又扑了过来 滚滚一看 喊了句娘亲 画出小木剑就拦在了凤九前面 小麒麟又拦在滚滚前面 凤九尖南里出了金刚罩画出音乐剑 一手护着滚滚和阿黎 一手持剑剑向狮子刺去 那狮子狠狠地抬起前爪 眼剑就贴到了凤九的脸上 一个声音一闪 不知什么时候跟上来的众铃就被甩了出去 那出圣剑两次都没扑到凤九 眼睛都红了 又一次扑了过来 凤九用尽全力大喊了一声 东华 剑向狮子刺去 凤九的剑还没碰到狮子 那出生的爪子已经离凤九就几个厘米了 就在这一瞬间仓和剑画作几十道锋芒刺进了那出生的身体 凤九和滚滚被东华揽在怀里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盘桃宴上的几野尊者 只见帝君捂了下心口 紫光一闪不见了人影 跟过来的人 剑园子里的树木上 结了一层薄冰 一排仙冠瑟瑟发抖的跪着 只听帝君冷冰冰的声音道 我倒是忘了你这只畜生 赶过来的小燕似是明白了一切 目光涣散 仓和剑指抵在小燕的脖子上 帝君杀气腾腾的问她 是你用了魔声咒 小燕无力道 我怎么可能害小九 是是几横托我给她喂了雪凌芝 凤九听到这个名字身体僵了一下 帝君转身看向私命冷冷道 谋害帝后何罪私命道 诸九族治罪 帝君又问挑衅天族何罪 私命该发其族 说完帝君抱起凤九走了 天君阴沉热脸对小燕魔君道 你们魔族好大的胆子 率重沉走了 连颂扶着成玉看着失魂落魄的小燕 回去准备吧 天族十万天兵 三日后出发讨伐魔族 眼见四海八荒一场大的灾难又来了 喜气洋洋的九重天转眼风云突变 小神仙们一个个紧小声微地伴着差事 帝君和天君同时发怒 这多吓人 盘桃节的宴席还没撤 天君就开始召集将领商讨发兵之事 凤九被帝君抱回了太成功 凤九倒是没有受什么大伤 耳朵被震得有些耳鸣了 更多的是受到了惊吓 原本心力就对那狮子有心理阴影 这次又被折腾了一次 倒是被抬回太成功的重灵伤得很重 当时他们出去之后 帝君不放心看了重灵一眼 所以重灵跟过来寻他们 胡弟亲自为众灵疗伤 小燕失魂落魄地走出南天门 等在外面的节律女君道 你打算怎么办小燕 她一句话也不说 只顾往前走 其实这几百年节律是知道的 几横不向外面传得对小燕好 在她哥哥续养死之后 她接替了赤字魔君之位 小燕立牌终于扶持她 坐上了魔族的守卫 但魔族的大小事都是小燕在外打理 几横对小燕忽冷忽热 两百多年前 帝君把她进在魔族不得离开 在清理魔宫时 她发现了魔族的古书 上面记载了很多魔族的秘法 其中魔生咒吸引了几横 魔生咒可以通过物体 传送休息者的心声 法术休息好的还可以通过物体 再去控制使用物体之人货物 但这法术极难修炼 她去找了小燕 小燕对几横有求必应 觉得她想通过修习法术 忘了前程往事 便耗费自己的修为 帮她练习 小燕从来没想过 她修了几百年的魔生咒 今日用来加害小九 天宫小仙送来请简 请她去参加盘桃节时 既很可怜爸爸来找她说 现在也没什么亲人了 只有哥哥留给她的雪狮索淫 还在天宫 拿了雪灵芝叫小燕 带她去为索淫 小燕本打算寻个时机 跑了那狮子回去送她的 她不知道姬衡在雪灵芝上下了魔生咒 姬衡把几百年对凤九的仇恨都封进了雪灵芝 那索淫当年就差点弄死凤九 如今知道那狐狸又坐了地后 准备找机会下手 好巧不巧的是凤九带着滚滚来了 当看护灵宠的仙官下跪拜地后时 知道凤九就是当年的小狐狸了 猖了出来追杀凤九 杰绿拉住失魂落魄的小燕道 你去找九哥吧 她不会那么狠心 不会不管的 小燕道 我怎能还有脸去找她 打就打吧 死了算了 杰绿望着小燕远去的背影很是伤感 自从她带着比翼鸟族回到范英谷 她一个女孩子好多事情都是小燕来帮她处理的 她也一次又一次见了小燕被击衡所困 喝得乱醉 小燕回了魔宫后 这魔族早就听了消息乱作一团 叫嚣打滴 求和的一片嘈杂 小燕红着眼睛 喊了声滚 自己抄起一壶酒猛冠下去 第二日积横来了 小燕看着她 觉得几万年来 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认识过她 伴赏小燕道 小九她很好 索云被仓和见扎了几十个冻死了 小燕突然发怒道 冰块脸她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纠缠她 害小九 季横道 那又怎样 如果当年我不走 地后该是我的 小燕看了她很久 冷冷地丢下一句话 你知道地后永远都不会是你的 天宫这边几百年没有大的战事了 那些将领纷纷请战 天军却安排了连颂挂帅 太陈宫里自从凤九被地军抱回来 小就没有再粘过地了 不管干什么去哪 全都是地军抱着她 私命好不容易逮了个机会 告诉凤九说天军派了连颂殿下挂帅 明日就出兵了 帝君为凤九喝药时 凤九轻声道 我也没有受什么伤 别打了 小燕他 凤九话还没有说完 帝君冷冷地说道 四海八荒 谁敢动我的地后 凤九说小燕他是无辜的 还有魔族的人也不应该受牵连 帝君道 那是他的事 凤九盯了帝君好一会才道 你就爱欺负小燕 帝君撇了下嘴 凤九想起成语说连颂的那个词 无赖 晚上滚滚来找凤九玩 凤九觉得滚滚很是勇敢 自己也想滚滚了 就要滚滚留下来和他一起睡觉 帝君摸了下滚滚的头也答应了 不过滚滚知道 他父亲肯定会等他睡着了 就把他抱走 所以滚滚给自己捏了个 从墨渊师父那里讨教来的清灵诀 等帝君刚想抱他 他睁眼对帝君说 要不我自己走吧 帝君一本正经道 我给你盖被子盖被子 凤九笑得肚子都抽筋了 第三天的南天门外战马斯明 林亏银甲的连颂殿下 一把几月枪横坐在雪白的战马之上 萨爽英姿俊朗非凡 承玉躲在人群里看他 想到自己那日受伤后夜里发烧 是连颂照顾了他一夜 夜里他烧得迷迷糊糊地抱着他 好像一直在喊他连三哥哥来着 心里有些担心他 连颂看见站在人群里的承玉 飞音传秘道 承玉等我啊 十万天兵天将战旗飞扬 一路直奔魔族而去 好了 今天视频就讲解到这里 喜欢小影请订阅我们 有不一样的见解 请下方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见